另外一起国道所发生的火烧车意外 那么一个小货车因为爆胎停在路间 驾驶下车查看的时候 车子着火了 他站在路间的挥手拦了 北上的游软车停车来协助 但是火势实在太猛烈 所以报请了消防队救援 但是呢消防队到了时候 整台车已经烧得焦黑了 一台乡型车停在国道路间 车体遭到火蛇无情吞噬 浓烟还直窜天际 当时游泯男子提着水桶试图灭火 但火势非常猛烈只好作罢 警校随后到场先进空部分车道 再拉出水线抢救火势 失火的乡型车行经国道三号 北上222.9公里处 驾驶发现车辆爆胎 放慢车速滑行道路间 下车查看还发现车辆起火 驾驶冒着生命危险 面对着高速经过身旁的车辆 呼喊挥手求救 好不容易拦到一部游览车加入救援行列 就突然间 你不是载什么油啊 就是卖乳味的啊 你吓到 我扛车我要载人去啊 你载下去 因为这种我们都会扛停啊 因为一家人要知道 人家跟我们载 不过这台游览车上只有几桶水根本无法扑灭火势 只好报请消防队到场灌救 一个小时之后才结束了这一场惊险的国道烧车意外 车辆起舞众大响人头采访报导 乜养 在刘启朝 散请